决议 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防治及纾困振兴特别条例第十一条及第十九条条文修正通过 纾困振兴特别条例修正案三十一日三读通过 纾困条例特别预算将在延长一年预算上限提高至八千四百亿元 各党团公团提案第十一条 本条例所需经费上限为新台币八千四百亿元 得失疫情状况分歧丰列特别预算送请立法院审议 防疫进入三级警戒 不少家长因为学校停课需要请防疫照顾假 行政院因此推出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国校以下级国高中特教生 每人可以领一万元减轻家庭的生活负担 此外行政院也已经提出纾困4.0 从补贴、贷款及减税三个方向 帮助民众减缓疫情冲击 个人方面补贴非固定雇主的劳工或自营工作者 导游、计程车和游览车司机三个月共发三万元 农运民每人一万元 无社会保险者则每人一至三万元 中低收入者则发放每人四千五百元 企业补助以去年为标准 业绩衰退50%以上产业如服务业、益文业 除补助盈喻资金 旗下员工五六月薪资 每人再补助每月两万元 十万元的劳工纾困贷款再次登场 共编列五百亿元预算 中小企业纾困贷款则提高到四千亿元预算 与去年相比多加买一千亿元 并分成三种贷款额度上限 总额度就是变成四千亿 原来是三千亿 现在再加码一千亿 总共是四千亿 因为你保证的层住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贷款的额度也不一样 你自己提出来保证越多的话 你可以贷的额度就越高 所以为什么有分两级 但也有立委质疑 政府砸大钱纾困是否真的有用在刀口上 经过一年两个月的准备 向人民索取了四千两百亿 今天还要再追加四千两百亿 总共八千四百亿 请问我们国家的疫苗在哪里 发现金纾困不是急事 也无助于疫情的管控 只有普筛注射疫苗才能够救台湾 纾困条例收支案火速三毒 要用最快速度启动 帮助劳工渡过难关 记者讲明轮抽离型台北报导